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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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盔甲竟伸出手 轻轻推开了城堡的大门 是盔甲复活了 这位将军是战死沙场的勇士 因为他想念远方的家人 就趁着夜晚走回了家 口袋神探 月光下的轨迹 上集 作者 凯书 东宇文化发行 静谧的夜晚 梧桐镇郊外的一家私人庭院里 有一个小朋友和一只小鸡 挤在同一间卧室的被窝里 那个小朋友正会声会饮地 讲述着将军盔甲复活的传说 哎呀 这事实在太可怕了 再听下去我叫尿尿了 鸡飞飞搓搓她的手臂 打断了爱小坡 爱小坡 他们没有待在自己家三更半夜 这是去哪儿啦 原来这里是住在附近的大收藏家 宋夫人的家哦 前几天 宋夫人新收藏了一副 英国十五世纪的将军盔甲 所以今天傍晚 爱成功特地带着爱小坡 来宋夫人家里采访 远看谈得太晚了 好客的宋夫人 就留爱小坡他们在家里过夜 而这个将军盔甲复活的故事 就是爱小坡稍早听大人们说到的 鸡飞飞虽然刚刚都被紧张得 气氛狭到快要尿尿了啊 但她随即还是振作了精神 用科学的角度 驳斥了这个都会传说 咕噜机 可以假设地球人类 在武力冲突中 把护身体的器具 根本不具备自主行动的能力 怎么可能自己走回家呢 被鸡飞飞那么质疑 爱小坡也忍不住笑了出来 我当然知道这怎么可能嘛 但大人们刚刚不是说 前几个收藏将军盔甲的人 都曾经在晚上看到过盔甲 自己走路啊 不管盔甲会不会走路 但小坡 你现在必须走下路了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如果再不去厕所的话 我真的要尿出来了啦 哎呦 所以小朋友 你们在睡觉之前 就不要喝太多的水嘛 而且躺下去之前 记得先去上一次厕所啊 就不会你躺好了 你都困了 想睡了 结果还要爬起来尿尿 那不就很麻烦了吗 爱小坡就赶快开灯 下床开门 朝走廊外的厕所走去了 不过爱小坡对盔甲复活的故事 还是念念不忘的 他意犹未尽地说 盔甲要是真能复活就好了 好想见见看那位将军哦 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了一阵 奇怪的声音 那是一种 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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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 仿佛是什么金属的东西 碰撞发出来的 是窗户外面 鸡飞飞侦测出了声音的来源 爱小坡赶快走到卧室的窗边 轻轻掀开了沙帘 庭院的围栏外面 竟然正有一个奇怪的身影 那个身影还一步一步地 越走越远 哎 那是什么 他们趴在窗户玻璃上往外看 只见月光照在那个身影上 闪出了银白色的光芒 快点 快点 他们大叫 我的老天爷啊 这不是火箭鬼了吗 对啊 这不是火箭鬼了吗 爱小坡连忙安慰七飞飞 别害怕 我相信盔甲不会自己走路 这件事情一定有什么问题 有案子就交给口袋生炭 咕咕鸡 赶快弄弄脑筋 找到盔甲走路的秘密 就能累积思维能量了 小妹 小妹你跟妈妈一样喉咙痛吗 怎么会是BJ啊 没关系 反正呢 他们要办案了 他们又从窗外望了望 只见盔甲已经走到了 庭院外的树林里了 哇 这个宋夫人家很大啊 茂密的枝叶遮住了她的身影 渐渐看不到了 这件事情太不对劲了 爱小坡决定 还是要赶快告诉大人们 没多久 住在隔壁卧室的宋夫人 以及睡在对面客房的爱陈宫 都被爱小坡叫醒了 他们听到盔甲走出院子消失了 都一脸惊讶 盔甲走路怎么可能 你在帮我演老太太吗 可是你的老太太跟鸡飞飞 为什么盯起来一样 宋夫人是个老太太 她说盔甲走路怎么可能 宋夫人赶紧叫醒了 住在一楼的宝泉老吴 和司机小魏 待会我们请小妹爸爸来演小魏 几个人来到了收藏室外面 宋夫人用密码开了锁 老吴打开收藏室的灯 这个时候 所有人都看到 原本放盔甲的地方 真的已经空了 哎呀 这是怎么回事呢 宋奶奶 不管怎么回事 还是先报警吧 对报警赶快啊 宋夫人就赶快拿出手机 按按那个110报警了 接获报案的警察表示 会尽快赶过来的 不过在警察来之前 艾晓波觉得自己 应该可以再多做些什么 她毕竟是小侦探嘛 于是她抬头环视了一圈 哎又看到了 看到收藏室的墙角 装了一个监视器 宋奶奶 我们可以看监控 艾晓波指着监视器说 哎呀 对对对 老吴 赶快去掉监控 大家跟着老吴 来到隔壁的书房 老吴熟练地 打开电脑 调出收藏室内的监控 大家就看到了 直到晚上的11点59分 刚好是午夜前一分钟啊 将军盔甲都好端端地 待在收藏室里啊 可是当晚上12点来临的那一刻 监甲突然离开了架子 抬起脚 迈开步 走了起来 只见 她一步一步走到了门边 然后推开了收藏室的门 走了出去 复活了 复活了 盔甲真的复活了 鸡飞飞好激动哦 爱小婆忽然想起 将军盔甲刚刚是朝 树林的方向走嘛 她就急忙请老吴 找出大门外的监控 画面中 盔甲走进院子外的树林里 可以模模糊糊地看到 盔甲在树木的遮挡下 虽然动作变得 一顿一顿都不顺 但依然在缓缓向前 宋奶奶 我们应该去那儿看看 说不定盔甲还在 不行不行 半夜三更的 小孩子出去多不安全啊 爱小婆话都没说完 司机小魏叔叔啊 就连忙阻止他们了 确实啊 你三更半夜的那么小小家伙 跑出去是会危险呢 虽然你是小神探 但是也不能这样子啊 冒险跑出去啊 大家就商量了一下以后 决定由爱成功就是 爱小婆的爸爸和老吴 一起出去看看 孩子们就和宋夫人 还有小魏留在别墅里 等待结果 这时 爱小婆却悄悄地返回了收藏室 她相信盔甲 肯定不可能自己走嘛 作为小侦探 她才不相信什么复活传说呢 原本只是闹着玩 讲的鬼故事啊 她现在要做的就是 勘查现场 爱小婆逃出了放大镜 仔细检查起了地面 可是 收藏室的地板很光亮哦 都没有什么灰尘啊 爱小婆也没有找到可疑的痕迹 鸡飞飞 帮我检查一下 所有的架子和柜子 别放过任何细节哦 咕噜机没问题 启动蛋壳飞船 两个好搭档默契合作 可奇怪的是 架子的缝隙 柜子背面 还有底部啊 甚至是架子上的收藏品 都没有找到可疑的线索呢 没多久 艾成公和老吴回来了 他们在树林附近找了很久 也并没有发现盔甲的影子 宋夫人懊恼地叹了口气说 哎呀 当时还有人劝我 别收这个盔甲 谁知道真的出了这种 是 艾小波也皱眉头了 他想 就算大家都相信 盔甲复活的传说 而且监控中 也真的看到 那个盔甲自己走出去了耶 可是盔甲不可能自己走嘛 在盔甲走路的背后 一定藏着什么秘密 如果盔甲没有复活的话 那就是有人在操控它 现在盔甲已经不见了 这说明那个背后搞鬼的人 很可能就是要偷走盔甲 才会故意做这样的假象 想到这 艾小波忽然灵光一闪 如果 启动弹壳 启动弹壳飞船了 它飞到了庭院的外面 夜色中 咬着那些大树 高高低低飞了好几遍 小波 草地上有四条弯弯的轨迹 很像是很小的货车 像是很小的车轮流下的 还有树根旁 有一根麻类植物纤维编织的三股短 跳绳 不是啦 好 麻类植物编织的三股短绳 就麻绳了啦 就绳子啊 像通君绳那种 但是麻类植物编织而成的 四条弯曲的车轮轨迹 和一根麻绳 这两样证据能说明什么呢 它们能不能成为破案的关键呢 救命啊 我要掉下去了 拜拜 什么东西掉下去 橇笔掉了 它掉到椅子上了 哎呦 好 那我们先解决一下家里面的意外 那下集待续 下个星期见咯 拜拜 拜拜 爹地成人好深油 你叫踢飞了头头 但我最最最最喜欢的 反而还是做你的小跟皮虫 ще报 亲亲亲亲亲亲亲我最爱的妈妈 轮轮的眼睛啊就像天上的月亮 宝宝 宝宝 我最爱的爸爸 有你强壮的臂膀 就能实现所有的梦想 陪我在梦里飞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